各位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2023年的3月11号 星期六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当然今天是周末 照讲不应该打扰各位在那么早的时间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非常的兴奋 第一时间太阳出来 想跟各位来分享 就是中国在中东和平上 画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来说在昨天北京时间 3月10号稍晚的时候 看到中国官方发了消息 有图片 有文字 话说是这样 经过中国多长时间的努力斡旋之后 沙特跟伊朗达成了和平解决 恢复邦交互设大使的动作 这个太重要了 当然今天天刚亮 这个新闻讯息还不多 但是各位放心 待会太阳越热的时候 越高的时候 新闻全部都出来了 因为对中东来说 伊朗跟沙特两个是死对头 一边是波斯人 对不对 伊朗是波斯人 那这个沙特是阿拉伯人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这些年是水火不容 尤其在2016年的时候 沙特当时处决了一个算是 什叶派的那种牧师级的那种 把他给处决了 当然了 这个伊朗这边的民众就很气愤了 因为他们都是什叶派的 就把这个当时啊 沙特在伊朗的大使馆给烧了 那当然了 这个事情就断交嘛 20161月份吧 大概就断交到现在 实际上这个中东和平啊 一直以来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但是在这一次中国的斡旋之下 可以算是圆满成功 听说从礼拜一啊 斡旋到礼拜五哦 那算是终于有了结果 因为第一当时呢 在这个斡旋努力当中啊 当然也是由这个前任的中国外交部长 现任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王毅啊出面嘛 因为毕竟来讲 他长期其实是努力啊 这个不是今天说什么 一天啊 这个大家做到那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事情就搞定 这是经过长期的努力 不要说别的 去年底习近平访问沙特 对不对 以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前往沙特 你看那个到沙特接待当时的那种礼遇啊 对不对 跟那个拜登差很多啊 那接着呢 伊朗的总统啊 这个叫做这个莱西呢 这个稍早之前也来到中国访问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元首外交啊 算是成功了 尤其在昨天 这个日子又非常的特别 这个人大呢 任命的等于算投票了啊 这个已经呢 这个选出了中国下一届的 这个算是党主席吧 也算是领导人嘛 那也是军委主席啊 那在这个第三任期 对习近平来讲 那处理国际事务啊 是非常的重要啊 我刚刚讲嘛 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呢 中国的努力 因为现在习近平算接第三任期 他基本上有三大要务 国际上就是要推展元首外交 让世界更加和平嘛 对不对 那第二在军事上呢 要朝科技发展 在经济上呢 这个中国要快点恢复啊 能够也帮助世界经济恢复啊 那第三任期三大任务啊 当然这是三个大方向 但是下面哇 那个吱吱节节是太多了 好我们回头讲这件事 当然在沙特跟这个伊朗来说啊 从历史看 我们过去常常说 波斯商人 波斯商人 波斯地毯 对不对 因为波斯是一个古文明的国家 当年在四大文明当中啊 这个伊朗的这个 更早的当时这个波斯人的前面 叫亚利安的亚利安人啊 他们实际上在这个三 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啊 除了中国之外 另外三大文明古国都是亚利安人啊 他们在行程的哈 所以波斯人 你去问伊朗人 他们一向非常骄傲 不能说伊朗这些年啊 被美国经济制裁啊 很穷 他们就已经是那个非常的卑微 No 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啊 非常的骄傲 因为伊朗啊 毕竟来说呢 他这个后面有伊朗高原 那历史以来啊 这个从欧洲啊 到亚洲啊 这是必经之体 啊战略要地 前面是波斯湾 后面是伊朗高原 他那个呢 整个国家的位置呢 这个交通往来 当年什么马可波罗 听说他们都从这边走的啊 对不对 进中亚 然后进入啊 到中国长安啊 什么叫 进去了 所以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七早八早呢 这个实际上西方就看到这块很重要 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人啊就来到这个地区 那当然来了以后就首先在伊朗嘛 对不对 这边发展啊 然后发现有石油啊 对不对 然后就发现在伊朗对面 波斯湾呢 那边呢 有个叫沙特 对不对 那里也出油啊 但是两边呢 还有个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虽然呢 这个这个穆斯林啊 这个伊斯兰教是 发源是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啊 那传到了伊朗 但伊朗人呢 他们信的是穆斯林 穆斯林里面的实业派啊 跟那个虚拟派 跟沙特的虚拟派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的教义里面还是有有不一样啊 好 那当然呢 在算是二战之前吧 中东是英国人的天下 对不对 工业革命 英国人抢在前面 那有了工业革命 有了内燃机 对不对 蒸汽机之后是内燃机 内燃机要什么 要石油啊 所以英国七早八早 就已经把这个中东啊 算是给罢了 罢在这个地方 好了 那我们走快点 历史班讲不完了啊 好 那再来呢 二战之后 英国国力弱了嘛 谁进场 美国对不对 从二战之后搞到现在 虽然啊 这些年在1979 伊朗啊 等于算是 进行了一次 这个什叶派革命啊 那基本上就不再理美国人啊 这个美国跟伊朗就交恶 但伊朗就导向啊 这个当时叫苏联了 后来是现在的俄罗斯 关系都还紧密啊 所以呢 从大概79年之后 伊朗就被美国修理到现在啊 那修理到现在 因为在79年之前是巴勒维政权 两个人呢 这个不管沙特或伊朗 基本上呢 这个在中东地区啊 在79年革命之前啊 中东地区 老大军事力量最强的是谁 伊朗 那在那边呢 能够这个挖挖油啊 跟着凑货热闹的 叫沙特 好了 79年之后呢 美国就觉得伊朗已经 这个不能控制了嘛 对不对 就就放在这个沙特 把重心啊 放在沙特啊 这个沙特要好好经营 沙特要多买点我美国武器啊 所以呢 当然这个后来有两亿战争 沙特就去支持伊拉克呢 跟这个伊朗打啊 当然呢 其实沙特到现在 平良心讲啊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 因为挖石油 所以他们不打仗的 这个少爷兵啊 如果你你去这个 阿拉伯世界国家 你都知道 这些这个阿拉伯人啊 他们都做一些比较高官啊 下面一些事务官 或是体力活 对不起 东东是外国人 对不对 什么扫街的啦 什么什么洗衣服的 那都是菲律宾人 什么东南亚的啊 比如说事务官 什么欧洲人 英国人 法国人啊 在里面 那最最重要大主管 大boss 阿拉伯人啊 大概就这样架构 那所以很多人去阿拉伯那边 做生意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们都不太管 随便你做 反正呢 咱们钱多 但伊朗人不一样 伊朗人如果你要去那边做生意啊 他们这个意见很多 甚至会说 我们要不来先自己试试看 真的不行呢 我们再来合作 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 那当然呢 在这些年的发展 这个美国当然不希望 这个伊朗壮大嘛 因为伊朗壮大之后 这个中东不好搞定 所以这个伊朗始终啊 就是 就因为被经济制裁 啊 这个奄奄一袭 中国看到这个中东这种局势啊 也知道中东乱啊 不稳定 世界乱 能源供应也不稳定 所以中国啊 七早八早就开始 在很多年前 各位应该记得 当时跟伊朗签了一个 25年4000亿美元的 一个就是石油换基础建设 实际上在那之前 已经做了好几次 什么1000亿美元 什么什么 因为中国是石油大国嘛 需求大国 需要买很多石油进来 对不对 因为产业啊各方面需要 所以伊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伊朗也因为中国的支持 哎 这个经济稍稍缓过来了 那当然呢 这个沙特 中国也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在那边也买了很多油啊 而且各位记得当年啊 伊朗跟这个沙特紧张的时候 沙特在那个79年之后 不是跟这个 那边是什叶派革命吗 两边交恶 当时沙特就很害怕 因为沙特基本上是 这个人口也不多啦 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3200万 但伊朗那边是8100万 军事力量那边什么都会做 飞弹坦克大炮 这个伊朗都会做 沙特呢啥都不会做 就是有钱 所以买了美国武器 但是又不太喜欢打仗 那怎么办 说那时候紧张到那个老王啊 就是沙特老王跑去中国啊 叫那个那个国防部长去买那个东风山 对不对 拖回来啊 拖回来给谁看呢 给伊朗看啊 给伊拉克看啊 你们不要惹我啊 虽然呢我这个军事力量不强 但是呢 我有中国的东风山啊 你都很厉害的哦 对不对 确实有用 那时候那些国家就比较不敢蠢动啊 好了 那当然这一次的和解呢 第一我们来看了有几个最重要是 在这个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啊 算是一开始啊 就了一个开门红啊 这个对世界政治和平啊 太重要了 就像王毅啊 说的 我们是一种对话的胜利 在谈判当中取得突破 就说很多事情和平不是靠战争 过去中东各位看到 那个美国来到中东之后 打了多少战争 我们就不要讲了啊 这第一个啊 这漂亮成绩单 这是好的开始啊 那第二中东稳定 中亚稳定 对不对 中亚那五国前一阵子 这个布林肯去挖墙脚啊 说我可能是单人啊 看得出来啦 这个虽然他没对外讲 但我一看他去干嘛呢 他就是要把中亚的油啊 卖到欧洲啊 叫欧洲呢 不要买俄罗斯的油啊 让俄罗斯呢 断粮啊 然后呢中亚 你们以后听我的小老弟啊 这我帮你们呢 拓展市场啊 那现在中东稳了 这个油价的取得 什么这个没有战争了嘛 各位放心 世界经济也稳定啊 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呢 中亚的油卖欧洲这件事情 就就没有那么有积极性了 对不对 如果因为中东本来不完 这个怎么因为原因 欧洲可能考虑好吧 那我们买中亚 现在哎 中东这边好了 没问题啦 所以这件事情公布之后 听说啊 当然我据说了 我猜了 欧洲领导人的 偷偷在笑啊 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心中窃喜不宜啊 窃喜不宜啊 能源危机第一个解套 俄乌啊 冲突出来没结束 没结束 但是能源危机解套 好了 那当然更重要 在整个中东地区啊 这个波斯人跟阿拉伯人 大和解之后 这个犹太人紧张了 以色列担心死了 当然美国这个白宫 淡淡的发了一句话 白宫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一句话 说白宫欢迎啊 结束野门战争 他没有讲什么 感谢中国斡旋哦 什么中东和平 啥都不提 因为野门战争 其实就是代理人战争 一边是伊朗 一边是沙特 对不对 在野门打 最糗的是啊 那个在2015年的时候呢 当时沙特啊 哇觉得说你们这个 野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啊 太嚣张了 我要亲自把你们给这个 平乱了 把你们搞定 所以呢 当时沙特听说派了这个少爷兵啊 大家就轰轰烈烈的 开了这个美智武器啊 就去野门 要修理胡塞武装组织 结果怎么样呢 被这个胡塞武装组织 你一听他就不是什么正规部队 对不对 居然把那个沙特给打回去了 你就知道沙特啊 真的是很不惊打啊 当然很不惊打 人家装备是很好 这个没话了 没话讲 好 那现在来看呢 第一个 以色列担心啊 他们两个都搞定啊 那下一个不就咱啊 来对犹太人啊 所以美国的淡淡的一句话 更凸显美国心中的现在慌了 该怎么办啊 该怎么办啊 中东现在话事的大佬叫中国了 我美国人已经在这边讲话没理了 你看那个拜登去沙特 简直差一点就算羞辱他 对不对 但是他硬的后脸皮还是要去啊 打电话去人家都不接 美国总统啊 打电话没人接 你就知道美国现在慌乱齐了 只能淡淡的发剧 白宫欢迎啊 结束野门战争 这啥 这根本不是重点啊 那欧洲笑完了 那当然石油价格稳定了 更重要 中国的下一步 俄乌和谈 看起来是更加的有机会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斡旋成功 实际上让全世界看到中国触合的能力 那俄乌和谈中方版本 现在相关人士应该都看过 怎么谈何时谈 那当然呢 最有可能的时间是4月马克龙访华之后 把这个这个大概要敲定了哈 那再来就是5月9号 习近平如果照计划前往俄罗斯参加胜利日活动 俄罗斯最后也定了 那谈判就是在5月中到5月底就要开始了 那当然甚至欧洲都放话 希望在秋天之前结束谈判 所以这个世界的和平 在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就像刚刚生起来的阳光 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希望 真的是今天是周末心情太好了 好吗 祝各位周末愉快心情快乐 世界和平跟阳光一样 天天照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就下周一准时空中再见 关心国际大事 一定要锁定 敬畏点评哦 拜拜